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脆出去看自己看的是不是客战局长版 就这一射吧 原则给射傻了 上一秒钟还在吹 我们是大楼楼牛逼了 360度的玻璃弱担 下一秒完了 我搁哪儿藏 帮帮我多拉几针 咋办呢 他才逼我矮的了红楼 之后我瞌金钱狂是奇亚本色 去了阿里不是要钥匙 然后骑上自己的小花瓣去追饭 时不时再来点阿姆斯特丹螺旋环绕 气死了牛顿 血压飙升接管而起 牛顿是活化的 反正没事的 他得拿下柯南一血 得亏世良来得及时了 最后这两个高中生 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学生 就这么追着一个穷入极恶的歹徒跑 结果这个歹徒给警察来了一波艺术 让柯南直接认识 往范然身上装了一个清净器 就直接认起原作高飞了 并表示不甘人 这个真的不甘人 后来最后去一项世良表示 咱就蹭蹭不进去啊 那不晓得是这波世良 那不出给社会人踏板的摩托声音 被范然给听见了 于是范然就拎着手枪射了 这波如果不是卡麦尔过来挡了两枪 我宣布明天的柯南就此完结 后面朱蒂也是日常先红放跑犯人 就是这卡麦尔挡枪的画面 说真的 我的DNA颤动了 卡麦尔你在干什么呀卡麦 我那没事了 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穿个防弹衣呢 玩了之后 柯南也是日常和小剑们开会 大概开会的那种就是 讨论谁可以 谁是犯人 说真的 我寻思了这帮子警察除了会开会 他还会干点啥 嗯 给柯南当工具人 不过他们讨论了半天 都是讨论出来的点东西 大概就是说一个特意的老兵 和四个人有仇 请问这个搞房地产的死了 另外三个还活着 那闻了 那这犯人必是 来 犯人绝对是杭特没错 而这犯人必不是他 别问 问就是塞康乃斯 问就是毛利派出发 你看就是这么仔细 特别经过是两个图书馆 蹲了一下午终于查出了 其中一位犯罪嫌疑人的地址 被邀请刚好在周围警察 去拿手机的柯南 中间插了一个 柯南提烟花足球 不过也是在邻居的 一片友好问候之中结束了 然后我们回到 柯南与诗良碰头 一起准备问 三个嫌疑人之一的花花公子 结果柯南与花花公子 就对了一下眼神 触发了被动 于是花花公子就这么死了 好家伙 死神面前耍狙击 这以柯南气得 不顾诗良的劝阻 直接冲到了犯人局界的大楼 我当柯南赶到的时候 已经人都查凉了 只留下了一个 骰子的蛋壳 而所有日本警察 也是例行开会 由于花花公子的死亡 众人也是更加确定的选手 再给黑皮吓的 赶紧给胖子打电话 说出了我的忏悔 胖子随即表示 你那表情算什么 你的忏悔又算什么 能拯救现状吗 另外詹姆斯在黑房卧底 也是贡献出了情报 表示老兵如果要找人的话 可能找三个 其实警方没看人去问 这第一个是一司令官 一听警察过来找 他表示别骂了 别骂了 他真的和我没关系 如果你们发现了 一定要合杀无论 然后随手把一位牛逼的狙击手 给了警方表示 只有狙击手能够对抗狙击手 那确实 如果真的打起来了的话 我估计警示厅这边 除了索腾 还真没几个能打的 第二位是一个贩卖不息的小哥 通过私人渠道 获取相知 然后卖 啊不是 您真敢卖呀 真把这当美国街头了呗 然后葛中国 估计下一秒钟 大莫手术就要扛着木瓜 给你把前两个渠道一套伸走 第三位是一个工具人 还是一个教官 出场的唯一作用是 错过三位嫌疑人 而当前晚上 嫌疑最大的老兵也被强杀了 这家伙两位狙击手 互相展现下饭操作 好家伙 这真是给我撑死 这样好了 今日听和之前的黑皮克啥了 这对猫长出呢 后面毛利叔不可来劲了 展现出了全球他们最牛逼的推理 听完之后 居然让我觉得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去 大概意思就是说 之前那个狙击手和老兵 就差一个人头 现在他们其他人头平了 于是开始最终决战 结果最后老兵输了 推着推了半天 李也确实是这么个理 但仔细想想 还是挺扯淡的 快一到 克兰就黑皮惨到射击的那一幕 实验克兰先用足球 挡住了犯人的视野 然后又拿着自己 那个会发光的 震探场徽章 就是 哎 居一手从这打 这犯人也是给面子 就真开了 红外线瞄准镜 赶那里瞄准 然后试两个过来 帮克兰倒了一想 完成了对小兰的承诺 而是一皮之后 也被杀了 这个让克兰 给医院门口抑郁了半天 吃饮得知自己 妹妹受伤之后 也急了 于是也介入调查 这边突出拆高达的小兰 也急了 表示要学康尔奇亚 手撕了犯人 好家伙 这波波直接好家伙 这得克兰日头五代 不然德智自己 小姑子出事了 也得介入 然后这边 胖子也接到了犯人的电话 于是胖子表示 要来个反杀 只有魔法 啊不 只有狙击手 才能战胜狙击手 而克兰这边 则毫无头绪啊 这哆啦A梦 一看叶比达达这样的 就连忙抬出了 自己制作的道具 配合原态 哲学推理 让克兰成功的懂了 而后面吃饮球 一滑了滑了 手机也懂了 双方大战就此开始 而在这之前啊 蓝姐姐和熊孩子 也是好巧不巧的 来到了最后的地点 就开军那个塔 这然后 哎呀舒服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一开始胖子 来到自己之前 挑的军事地点 结果葛这一看 诶 这打野的五角形啊 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但是当他发现的时候 犯人已经准备好射击了 之前克兰眼睛脚快 踢了发足球 连子弹带人一起撂倒了 根据F等MA 这克兰一脚下去啊 估计能把胖子 也踢了个差不多 为了想醒过来啊 得先把ICU讨一段时间 这一脚让犯人急了 对着克兰就一顿射 但这可是克兰就啥办 你要能射中克兰 我当场 当场给个五星好评 还不行呢 这眼看着肯然又要被犯人射杀的时候 远方的车影秀一抢直接给犯人爆头 啊不是 就打人擦边球 我就真的想问问 您射琴酒射上瘾了吗 明明能一抢爆头 就非得留一手 于是犯人赶紧趁急炸了个楼 便顺手绑架了不美 并打晕了原子 行吧 这波经济针也直接介入调查 不知道犯人出狱之后 还能不能有后半生 说不定这波就直接和底下的HoloLive团聚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这波秀一由于没有视野 所以无法狙击 于是朱莉表示我来 然后就有了卡麦尔这一官方鬼 说真的 这光有一个失误都杀了呀 真就西洋虎没 后面看下机风生 打起了自己震探堂会上有闻音 于是赶紧联系哆啦A梦去救不美 结果不美救下来的小兰又白给了 就是看下急了急了急了 先是以HoloLive下地的速度往下撑 后以XD升天的速度直线上升 然后在半括中踢了一个烟花球 照了个名 而这一幕也是这个剧场外媚 叫窜家猴的一大原因 于是赶紧秀一变八百里外不必行 射出了两秒十七公里的子弹 从小兰三级螺旋机成功击倒 于是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其实说真的 这部剧场外整体看起来 其实槽点并不如后级不多 而且这部以意外的良心 不仅场面做的不错 剧情方面也没有太多未始的地方 好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人了 希望能够请点击关注 我还要不忘记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来对着这个关注按钮点一下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说过我们下期再见